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國同洗國 講台灣 講出周深開分的困難 歡迎觀眾朋友收看今日的節目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個人的特殊 早期生命 他們在修養的飲料用品 也而且一般我們難度看就知道 我們現在就是來介紹一個 我們的原住民 他們早期 他們的藝術一面 但是他們喝茶 原來用這個這麼藝術的東西 在蒸 這個茶用這麼藝術是三個東西 那水有夠水 原來就是我們說菠子 菠子也有胡瓜 喔 菠子這麼大條 老了呢 還可以把裡面的水 那些都把它拿掉 還曬乾 本來在蒸的就是要給食成熟 成熟到一個程度把它掛起來 不用下雨天會暖去 你現在掛起來 現在還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撩後 這樣還曬太陽 曬料 當然 當然 它這個尾就不會保存 比較久 我們的原住民 也有他們聰明的一面 可以還可以再上一點油漆 所以這個呢 我們現在說起來 它這個又把重用這樣 可以排列 排列用這個皮帶 也很堅固 而且它打開 所以我果然已經把這個收藏 二、三十年了 都不排氣 我也很細心把它保存 所以這塊 我有把它淋入 淋入 淋入 要來吃看看 這樣經過幾個禮拜 而且我放在車底 幾個禮拜 這樣還帶來吃 也是一樣 不會說我們有這句話 說說臭水果 所以我們的神明 他們也有他們生活的藝術 淘汰今天去介紹 這人不滿地獄 希望觀眾朋友 可以了解 祖先吃水吃茶的用品 也可以了解過去 農村生活的一面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一集再會